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圣斗士行驶的相关衍生作很多 但打来打去都是在打冥王 有点看腻了 终于有一部以海斗士为主题的漫画 今天我们要先来介绍的是这部《海皇再骑》 本作品也是由车田正美授权 《虚田刚剑作画》 原本看着画风接近车田我还挺喜欢的 但随着释出的图片越多 怎么感觉有股偏幼儿口味的风格 不过《圣斗士Omega 5》都吞下了 这又何尝不可呢 《海皇再骑》毫无意外的 又是在《Champion Red》以月刊的方式连载 要是对《圣斗士》相关系列的漫画了解的话 对于这本《Champion Red》的月刊应该不陌生 举番先前的LC冥王神话《圣斗少女祥》 《圣斗士新史G》 都是发表于这本漫画杂志 加上正在连载中的《冥王异传》 《圣斗士TO》 还有这部《海皇再骑》 这日本秋田书局根本就是圣斗士之友 故事是由一个海岸边的场景开始 这是在提醒东印 本作品有动画化的无限潜力吗? 有知冥界妖蝶飞到了海皇三叉戟的封印之处 开始呼唤波赛顿的名字 原来是冥王哈迪斯透过妖蝶来传话 哈迪斯先是坦诚自己彻底的败北 不但108魔星全被消灭 连自神话时代以来最爱的肉体也遭到破坏 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 总有一天要将这大地再次抢过来 波赛顿问哈迪斯来找他干嘛 没想到哈迪斯竟然有要事要拜托他 因为不久后地球将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 所以希望波赛顿能够阻止他 结果反被波赛顿吐槽 企图偷走阳光将大地变成黑暗的 不就是你自己吗? 结果你的野心跟我想要引发大洪水一样 都被雅典娜的圣斗士给粉碎了 哈迪斯不想鸟他接着说道 因为他的死造成冥界的崩坏 雅典娜用生命之球保护了这些圣斗士们 然而目前他们还被困在一处异空间漂流 尚且无法回到地面上 地球这块肥肉等于赤裸裸 摊开在那边等人家来取 突然雅典娜的护服开始腐烂 被封印的波赛顿灵魂顿时感到身轻无比 哈迪斯接着又送了一份大礼 他将与波赛顿有关联的这些人 短时间内送回到他的身边 都做到这地步了 波赛顿也明白哈迪斯担心之事的严重性 随即鸣蝶飞走 海皇三叉戟再度破土而出 画面来到一处古代的遗迹 由于自被切掉不知道是什么半岛的北部 遗迹中有个长翅膀的女性站在祭坛上发工 结果世界各地都落下了陨石 酿成火灾海啸等重大的灾害 作者也跟迪士尼一样正智正确 给了上海的东方之珠一个镜头啊 不久两个黑影循着小宇宙来到遗迹调查 两人谈乱起 这是纪元前复仇女神聂默西斯的神殿 本该是只剩下废墟了 为何又以完好之姿出现 而这两人这是目前胜誉的最高战力 蛇夫座夏伊娜跟白羊座候补贵鬼 由于小强们不在 目前就只能靠他们守护和平 贵鬼也发现月亮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 突然间就出现一群骷髅士兵包围了两人 贵鬼还被这些骷髅吓到 夏伊娜则吐槽他 你在加米尔不是都见怪不怪的吗 说吧 马上就来了招 散打骷髅干掉了这些骷髅 贵鬼也不落人后 用念力操纵岩石 瞬间就将骷髅兵全灭 不过这些被集成碎片的骨骸 竟然马上又自行的复原 这感觉既不像幻觉 也不像是被操纵的人偶 两人正在疑惑中 突然传来一阵笛声 转头一看竟然是披着灵衣的海魔女苏兰特 书兰特吹起长笛 一招就秒掉这些骷髅兵 接着说起了这些日子以来的事情 自从哈迪斯一战后 在朱丽安身上就再也感觉不到波赛顿的小宇宙 两人继续过着挥霍财产的环游世界之旅 聊到一半突然出现敌人的声音 称赞他们竟然能够消灭这些龙牙兵 接着就突然一拳朝三人打来 没有意外的话 夏依娜的面具又再度被打破了 三人立刻被这不知什么斗士的抓来见他们的老大黑妹 黑妹介绍自己叫聂默西斯 在奥林匹师众神的时代 他是掌管着愤怒和惩罚之神 这次会醒来是因为感觉到 人类对神有严重的不尊重行为 司长死亡的死神 司长睡眠的睡神 以及掌管死亡国度的冥王 这冥界的三柱神竟然都被人类杀掉 从开天辟地以来 这就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你马的哈迪斯是被雅典娜干掉的 关人类什么事啊 贵鬼虽然极力辩解 但黑妹可不吃这套啊 他觉得对神不敬就是该死 就算哈迪斯创造冥界 只为了惩罚少数罪人 就让全部人类一起受苦 这也只是刚好而已 接着黑妹打开神殿的天晴 让所有人看看这代表惩罚的血色之愿 这其实是他的一个分身 名叫霍星亚特拉斯提马 十个小时之后 霍星就会受到地球引力影响而崩坏 到时无数的碎片将会掉落在地球 大地将会成为人间炼狱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圣斗士 可以来阻止这一切了 黑妹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此时海魔女的笛声又再度响起 大地虽然少了圣斗士 还有海盗士 就算是天法 人类也不会乖乖等死的 说吧 苏兰特对黑妹发出了死亡最高潮 结果又被刚才那个高大的家伙 从背后偷袭 还冒出两个其他的同伙 这下三人全被控制住 只能等死的 危急时刻 海皇三叉戟突然从天而降 极上还留有波赛盾的小宇宙 苏兰特握住三叉戟 要夏依纳跟贵鬼赶紧抓住他 一瞬间三人就被传送离开了神殿 画面一切换 众人已经跟着三叉戟移动到一处废墟 刚才救了他们之人 这是海皇波赛盾 此时废墟的柱子后面也闪出多条人影 苏兰特吃惊一看 竟然是早已死去的海斗士七将军们 不同的是 他们身上穿的是闪耀着七黑色光芒的明灵衣 画面给了在某处海上醒过来的卡诺 发现自己又穿回灵衣 他也是一头雾水啊 卡诺只记得在冥界最后一战中 将双子座黄金生衣托付给哥哥萨卡 接着就与三巨头之一的拉达曼迪斯 在冥界最深处同归于尽 如今怎么又复活过来 看着崖上那座很面熟的遗迹 那是卡诺成为海龙的因缘机会场所 斯尼恩甲 在此多想也没意义 卡诺决定登岛去寻找答案 来到上面的波赛盾神殿遗迹 发现死而复生的不只是自己 其他海将军也身穿明灵衣在此会合 卡诺开始回忆起他的人生跑马灯 从在这崖下的水牢 无意间发现海皇三叉戟 到唤醒波赛盾灵魂 集结海斗士发动洪水淹没地上 最后与为了旧女神的圣斗士展开死斗 没错 真的是死斗啊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战死了 Oh my god 还真是一群熟悉的面孔啊 我可是一点都笑不出来 生平第一次见到幽灵 竟然是自己的同事 你们应该都有听到的啦 将我们从地狱深渊 拉回现实的那个声音卡 就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抱怨资方虐待劳工时 艾萨克却把矛头指向一旁 这个不适合在这场合出现的男子 海龙卡诺 海将军中最初就只有艾萨克知道卡诺玩两面手法 藉由挑起波赛顿和雅典娜战斗来实现自己野心 正因为他师父是水瓶座卡庙 才发现海龙体内竟然拥有黄金圣斗士的小宇宙 还差点被卡诺给杀的灭口啊 这段剧情收录在车田的短篇起源故事中 没看过的可以点击右上角连结 回去收看之前的影片 众人都因为无端被卷入这场无畏的战斗而死 感到不爽 只有海皇子克力修纳比较冷静 虽然他从民间的审判 听到关于卡诺后来一些英勇事迹 但要说自己对他一点怒火也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 克力修纳将黄金枪架在卡诺脖子上 想问他这次海将军复活的原因 是否也是他的阴谋啊 面对咄咄逼人的海将军们 卡诺虽然心里苦 但卡诺说不出 幸好这时有个霸王色的霸气 阻止了这场争端 众人回头一看 老板波赛顿都出面了 谁敢不卖他面子 这么说 大人您是受了明王的委托 才会再度醒来阻止聂默西斯吗 这个丫头实在太没有节制了 要是搞到这个世界的陆地跟海洋都消失 那我在雅典娜之湖里也会睡不安稳啊 距离神法游行毁灭大地 还有十个小时 在讨伐聂默西斯前 海洋跟大地就交由我来守护 原来如此 以前是在海底神殿迎战圣斗士 现在恰好相反 变成我们主动出击了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了 只要把眼前的敌人消灭就好 到底是地球会先灭亡 还是我们的生命会先走到尽头 别担心 这短暂的幽灵人生 足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说干就干吧 只要这家伙 不要再做些让人怀疑的事 波赛顿对众人说出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 没想到众人并不排斥 这次帮人打仗的任务 其实回想一下海洋片的剧情 海斗士跟圣斗士虽然是敌对 但双方关系并没有搞得太僵啊 伊欧死前跟圣交心还劝他对敌人不能心软 克里修纳跟子龙也是英雄习英雄 死前还夸他干的漂亮 埃萨克就不用说了 体内根本流着圣斗士的血啊 再加上早已气暗投明的苏兰特跟卡诺 我看海斗士都快变成雅典娜第二军团了 看到众将们都齐聚一心 海皇也打算在出阵前授予他们一些奖励 随即用三叉戟化开自己手掌 将神血朝海将军身上洒了过去 才没出现几页的明灵衣受到海皇之血洗礼 竟然吞去黑色外皮 从内部闪现出黄金色的光辉 连被顺打烂的海魔女灵衣都变得完好如初 可惜一旁的夏依娜无法获得这项礼包啊 灵衣的光辉比以前更为耀眼 而且从里面感觉到源源不绝的力量 这就是神的祝福吗 我感到很荣幸啊波赛顿大人 接着海皇也说出这场战斗的游戏规则 目前的他必须留守在这个地方 只要朝着地球面积70%的海洋中 注入自己的小宇宙 就会形成巨大结界 可以用此战时防御陨石造成伤害 并要海将军们先出发去对付敌人 他随后必赶来和大家一起讨伐聂默西斯 收到海皇命令的齐将军 随即动身前往聂默西斯神殿 可惜了 你们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才刚走没多久 突然就有个长翅膀的家伙 不将伍德跳出来偷袭 克力修纳健壮 立即转动黄金枪来防御 哈哈 竟然将我从天而降的一击完全挡下 不愧是海皇子克力修纳的黄金枪 但是侥幸是不会有第二次的 我是侍奉女神聂默西斯的英魂士之一 迎翼贝勒罗锋 奉命来取波赛顿首级的 翅膀家伙爆出了自己的名号 这个贝勒罗本名字的由来 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 也有一说是海神波赛顿的儿子 他得到神的帮助捕获了天马贝加索斯 后来因为打倒合成兽科麦拉而闻名 所以在外形上也有一双天马的翅膀 不过可以看出他的圣衣 是参考很多角色下去拼凑的 你们先走吧 时间已经不够了卡 我克力修纳平时也会保护波赛顿打人的啦 众人心领神会立即四散而去 贝勒罗锋一部流神 黄金枪被迎面而来 贝勒罗本 你的对手是本大爷的啦 还都是七将军 海皇子克里修纳残救 好吧 没鱼虾也好 我就把你跟你老板波赛顿一起解决掉 用我这双天马的翅膀啊 趁克里修纳拖住阴魂室的同时 六名海将军继续朝敌人大本营前进 途中经过一座小镇 伊欧算出从出发地点到聂默西斯神殿 直线距离大约60公里 以现在的速度只要30分钟内就能到达 不过这也是在没有遇到任何阻扰的情况 卡萨也觉得奇怪 整座小城就像个鬼城一样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艾萨克则说 这附近才刚降下陨石 人们都跑去避难也是正常的 月光下众人持续赶路 海马却感觉到有点不寻常 连苏兰特也觉得好像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打转 而且明明6人是并排前进的 怎么走着走着艾萨克三人却走散啊 突然E.O停下了脚步 两人也停下来问他发生什么事 结果竟发现 眼前的喷泉才刚刚经过而已 毫无疑问 他们被人困在一处密闭的空间里 回过神一看 才发现已经被一群眼镜蛇给包围 只见海马赖人 呃不 海马拜安深深吸了一口气 放出绝招 GOTO BLESS 立即将这群蛇给清除干净 突破蛇阵后 三人继续前进 才走没几步 地面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哼 就只会躲躲藏藏 不敢露脸吗 这次就交给我吧 对技术在我灵异里的六头圣兽来说 最适合摧毁这迷宫啊 说吧 E.O释放出了吸血蝙蝠 想利用他们发出的超音波来探查出口 没想到吸血蝙蝠却乱了手脚 好像有什么东西干扰了他们的超音波 不过这却让苏兰特看出了端倪 他告诉两人 耳朵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随即吹奏海魔女的笛声 结果四周空间突然产生军裂 下一秒结界应声而碎 露出原有的道路样貌 使用人类耳朵听不见的高频声音 在我们大脑中制造出幻觉 若不是这些蝙蝠的提示还真难察觉呢 竟然能逃出我的迷宫 看来不得不赞赏一下你们这些海盗士 但很快你们就会后悔 在迷宫中平静的死亡才是最佳选择啊 三人面前突然出现一位谈着竖琴的妹子 她也是聂默西斯的阴魂士之一 换奏特尔普希科瑞 特尔普希科瑞这名字是来自希腊神话中 掌管艺术与舞蹈的谬斯女神 也是宙师的女儿之一 海马看见美女有点怜香惜玉下不了手 伊欧却说这一位正合她的胃口 结果苏兰特不解风情跳出来打断两人 说到离敌人大本营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趁她用敌声克制对方琴声制造幻术的时候赶紧离开 接下来就是两个音乐系的要同场较劲了 我对这组人马的前途感到有点担忧啊 海马跟伊欧都是海斗士中实力比较弱的 要是真遇上敌人可能就要领便当了 画面一转来到聂默西斯神殿 其余的三名阴魂士正在向主子报告目前战况 王座上的聂默西斯感到不解 曾经企图用大洪水淹没整个大地的 不就是波赛顿吗 为何他现在要来破坏自己的神法计划 不过这一切聂默西斯都不在意 他要让人们知道复仇女神挥下阴魂式的恐怖 为了保护大地不被复仇女神聂默西斯摧毁 波赛顿必须朝七大海不断注入小宇宙张开结界 就很像北欧篇雅典娜要阻止冰山融化一样 所以波赛顿也无法分心其他的事 聂默西斯手下的阴魂士就只能交给七将军解决了 有一个不怕死的家伙 淫义贝勒罗锋 直接闯入海斗士阵地来挑衅 被海皇子克力修纳给拦下 贝勒罗锋 不准你再靠近海荒大人一步卡 不然我的狗人都烂死会将你刺成蜂窝的啦 哼 啊不就好怕怕 让我来撕裂你那张装逼的脸吧 幻音刚落贝勒罗锋再度飞上空中 使出他的必杀技高空突袭 克力修纳也不甘示弱 挥动黄金枪反击 结果黄金枪速度略胜一筹 将对手头罩击落 哼可喜没词然你那张臭嘴咖 看我的乎拉星骨烂萨 克力修纳使出了跟子龙对战时所用的招式 没想到对手竟然消失在枪尖之下 不过克力修纳也不是吃素的 一招回马枪就逮到想从背后偷袭的贝勒罗锋 紧接着闪耀之矛又如雨水般刺了过去 哎哟不错哦 速度好像有提升哦 不是说要撕裂我的脸咖 我看闲观传的是你的心脏的啦 克力修纳瞄准对手心脏刺了过去 可贝勒罗锋却一个闪身就反站在枪尖上 他告诉克力修纳 黄金枪虽然速度够快 但只会单纯的直线攻击对他构成不了威胁 说吧便踩着枪杆过去 朝克力修纳的脸狠狠踢了一脚 帮他把圣斗士最讨厌戴的头罩给踢落 还不忘毒舌的嘲笑了一番海斗士的实力 输人不输政 克力修纳也反枪一句 你这踢腿的威力比春丽的百裂脚还不如 相较于自己这把接受海皇祝福重生的黄金枪 只要被捅上一枪 你这家伙的小命就不保啊 贝勒罗锋算是被激将法激到了 决定不再闪躲 要直接毁掉克力修纳最自豪的黄金枪 让他后悔 他再次飞上空中 展开背上的双翼 克力修纳也转动黄金枪 想来个一枪入魂啊 随即两人的招式在空中硬碰 银翼的脚尖对上海皇子的枪尖 一阵巨大金属碰撞声过后 海皇子败 克力修纳胸口的淋漪碎开了一个大洞 还买一个鼻 还没结束的啦 不 已经结束了 就算是这地表最坚硬的金刚石 只要仔细研究结晶方向 找出他最脆弱的点 还是能一起将他粉碎 就算神话时代 无坚不吹的黄金枪也是一样的 话音刚落 克力修纳的淋漪连同黄金枪 竟同时遭到击碎 外面转移到另一处战场 海魔女苏兰特与幻奏特尔普希科瑞 正展开一场音律的较量 幻奏妹赞赏了一下 正能让船员迷惑的海魔女歌声 他问苏兰特 为何要让两位同伴先离开 要是让他们一起加入战斗 不是更轻松吗 苏兰特的回答 也解开了很多圣迷多年来的疑问 他告诉幻奏就算是攸关生死的大战 要三个大男人联手对付一个女子 这行为也太卑劣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 苏兰特是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幻奏妹感觉自己被小看了 说这行为不是卑劣而是失礼 别说是三个人 就算一人打十个他也游刃有余 突然苏兰特感觉身体无法动弹 不知从哪冒出的荆棘 已将他双脚捆住 原来不知不觉间 情深的换货效果已压制的提升 其实这结果一点也不意外 人家聊天一双手还是可以照常弹琴 可苏兰特一聊天 嘴巴就无法吹笛子了 幻奏妹接着说 他这把谬斯竖琴是自神话时代开始 引游诗人又来与魔物比拼音乐 且多次制霸的神器 和海魔女赛莲的比试也是其中之一 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没有优劣之分 不过今日可能要分出胜负了 从幻奏妹指尖开始弹奏出死亡的族曲 苏兰特不敢再聊天 专心一致的吹笛 谁的音色能支配对方大脑 将是这场胜负的关键 没多久唱歌的妖精们 突然一个个东倒西歪 苏兰特的四周也刮起熟悉的风 幻奏妹解释 最早困住三人的曲目 是第一乐章迷宫 而刚刚爬满全身的荆棘 是第二乐章侵略 接下来这第三乐章名为追忆 换句话说就是让苏兰特一起 自己离死亡最接近的那次恐怖瞬间 苏兰特眼前突然浮现出 在海底神殿与顺对决的情景 怎么了 你的敌声突然变弱了 那样的话下场会很惨哦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我的手指竟然动不了了 死吧苏兰特 再次经历同样的情境 苏兰特依旧败在顺的星云风暴之下 最令他感到讶异的是这伤害的真实感 难道也是幻觉所制造的吗 幻奏妹告诉苏兰特 所谓的幻 就是当大脑百分之百觉得是现实时 身体就会被欺骗 就好比极度相信普通的小麦粉是药 他就能治病一样 毕竟人类是一种脆弱的东西 听完换奏的话 苏兰特感到疑惑 虽说英魂士是神的战士 但不也是人类吗 就跟他们海斗士一样 苏兰特还想进一步策反对方 告诉妹子聂默西斯的神法是要毁了这世界 让海洋跟大地一切都燃烧殆尽 只要陨石落下的那一刻 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无关善恶通通都会消失 连妹子自己也会灭亡消散 为什么要把力量用在这种没意义的地方 幻奏妹听完只是冷笑的说了句 画面再转回到克利休娜的战场 看着好不容易复活 不到一击又折断的黄金枪 克利休娜也不禁赞叹对手实力 在希腊神话中 炫伏天马座又击退何成兽奇梅拉 那个传说中的英雄贝勒罗锋 你的空中杀法完全继承了英雄之名 贝勒罗锋听完开始哈哈大笑 在场众人都不明白他是在笑三小朋友 结果从他口中听到惊人的秘密 你们这群蠢蛋 我就是你口中的英雄贝勒罗锋本人啊 贝勒罗锋开启了解说模式 他们英魂式和这些低级的海斗士或圣斗士不同 从神话时代开始 他们就是与众神活在一起的英雄 当初因为自己打败怪兽而得意忘形 想驾着爱马培嘎萨斯飞往天界以神自居 却惹怒了天地宙斯 遭受天雷一击毙命 冰死之际被复仇女神聂莫西斯所救 结果就莫名其妙签了血汉合约 得到永恒生命 一辈子侍奉聂莫西斯 然后灵魂就被保存在了英魂一上 英魂一只是我暂时取的 漫画还没说叫什么啊 从神话时代一直在地球周围的宇宙空间漂流 而当女神聂莫西斯降临时 英魂式也化作流星坠落大地集结在他身边 所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神之使徒 好了克里斯尚啊 现在就用我最大奥义来引渡你离开人世吧 说吧贝勒罗峰爆发惊人小宇宙 背后浮现出天马的影子 看你怎么动用我家阿拿达星矢的东西啊 不错 神话时代的英雄作对手 这样打起来才够酸的啦 只见克里修纳盘腿而坐 体内散发出的是不同于小宇宙的火影查克啦 曾让子龙失明又头痛的磨喝之光再现 现场激荡出一阵强烈闪光 然而就连卢山圣龙霸都无法突破了屏障 轻易就被贝勒罗峰瓦解 克里修纳当场口吐鲜血 笔直坠落海中 就在克里修纳意识快要消失时 想起一段年幼往事 尚在进行修炼的他 曾遇见过一个奇怪的家伙 所有人都在积极练功 只有那家伙整日闭目打坐 说什么自己在跟神佛对话 克里修纳才不管他是在跟谁对话 反正现在和他讲话的是自己 要他别再装睡把眼睛张开来 没想到完全被对方给无视 当初看到这画面 还以为两人是师兄弟之类的 后来看了一下设定 沙迦是印度人信奉的是佛教 而克里修纳是斯里兰卡人 信奉的是印度教 只能说两人有点渊源 只是偶遇而已 年幼的克里修纳一看就是小霸王 看谁不顺眼就要揍谁的感觉 他不管沙迦是天才还是神童 如果不张开眼睛 就一棒子往他头上招呼过去 面对这样的挑衅 沙迦依然无动于衷 气炸了的克里修纳 举起棒子挥下去 却在快要打中沙迦时停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躲开的啦 你还不是一样 根本没有认真想打 好了 没事就快离开吧 别妨碍我冥想了 克里修纳连那家伙的名字都不知道 只记得他瘦弱娇小的身体 竟然散发出得到高森般强大的力量令人畏惧 突然间又想起毕生宿敌子龙 那个男人也是将自己生命置于生死边缘 才爆发出令人惊讶的强大力量 换了位置的克里修纳 终于明白血汗合约的真理 就算自己全身骨头都已经粉碎 只要还有生命在就不是终点 另一方面 由于克里修纳被打倒 剩下的修纳跟贵鬼就更不是贝勒罗锋的对手了 虽然这次守护的对象是波赛顿不是雅典娜 但两人还是有了必死的决心 突然海面上掀起了千层浪 海皇子克里修纳再次从死亡边缘走了回来 大策大悟的他要如何打败传说英雄贝勒罗锋 这家伙受了我神圣猛攻的致命伤 竟然还站得起来 驯服天马的英雄贝勒罗锋不信邪 再度对克里修纳展开攻击 结果这次竟然被磨合之光深沉的屏障给弹回 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小宇宙 画音刚落 克里修纳的身体以背团青色火焰给包围 火光散去后 破碎的灵衣竟然觉醒成另一个形态 画面转到另一处的战场 海魔女苏兰特不敌妹子的追忆情声 反复陷入被星云风暴击倒的幻境 妹子解释 她的音色只是苏兰特内心和身体 记忆中对死亡恐惧的一种暗示 可以说现在攻击苏兰特的是她自己的过去 也是绝对战胜不了的极限 都说反派死于话多这一点都不假 这么一提醒反倒让苏兰特心中有个底啊 既然这样那我死也不能退缩 我曾经失去许多一同战斗的同伴 如今他们好不容易复活 却又在燃烧所剩无几的生命 其中只有我苏兰特一人活下来 如果就这样被过去打败 我将无言面对战友啊 苏兰特打定主意 必定要克服心中的恐惧 达到眼前的对手 与此同时 妹子情声再度响起 仙女座的星云风暴幻象再现 苏兰特更加魔力心跟耳 告诉自己眼前的不是仙女座 要能对抗妹子情声 唯有释放出所有小宇宙 果然情势有点逆转 幻境中的仙女座被一群妖精围殴 这画面让我觉得非常想笑啊 妹子也感到震惊 自己的旋律竟然被压制了 不过还没结束 她还有最终乐章尚未弹奏 随即使出最强招式 甜蜜的幻影结局 只见一团黑球掠过 四周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妹子解释这叫无知暗黑 也是宇宙必将迎来的最终光景 这是个连星星都会燃烧殆尽 所有一切将冻结的未来 在这里不存在的憎恨与战争 是个充满安详的和平世界 原来妹子是神话时代 掌管艺术的谬思女神之一 她相信只要随着美妙的音乐唱歌跳舞 人们就能以一颗平和的心 永远留在地上 但现实和她所想的相差甚远 永无止境的战乱和杀戮不断地在上演 艺术给予的快乐根本一文不值 这就是人类的本质 只有惩戒才是最适合他们 于是谬思女神特尔普希科瑞 就成了聂默西斯的麾下 听完妹子的话后 苏兰特也承认 人类的确就是一种 会互相猜忌斗争的愚蠢生物 但是更多数的人 是热爱艺术跟希望和平 这点妹子不可能不知道 妹子却回答 她已经听腻的这些说辞 甚至连神的身份 她都舍弃选择这条路 反倒是像苏兰特这样 犹豫不决的人 没必要留下来 如果还自诩是个战士的话 就展现出力量吧 向她证实 人类是值得活下来的 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妹子话音刚落 苏兰特脚下岩石 瞬间崩塌 整个人笔直掉落一片 无止境的黑暗 但这片黑暗 竟让她感到无比安详 或许妹子所说的是对的 人类的活动 就是一种扰乱极尽的噪音 她想起自己 成对着世界感到绝望 由于苏兰特的父母早逝 养父母把她的音乐才能 当作是发达的工具 连音乐学校也是一个充斥着傲慢 嫉妒和权力欲望的泥沼 于是苏兰特全心投入在纯粹的学习当中 她的笛声只为心地善良的人吹奏 但人间的污秽实在越来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波赛顿的地上肃清计划中 找到救赎的原因 没想到雅典娜却捞过了戒 荼毒圣斗士不够 竟然还对海斗士下手 用一些什么爱啊信任啊正义的 在那边唬烂涉事未深的苏兰特 爱是确实存在于人的心中的 并不是幻影 所以赶快来签血汗合约吧 看我才不要啊 苏兰特又想起跟朱丽安在慰问之旅中 见到的那些世界各地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 那些绝对不是幻影 所以这次她要来守护这一切 守护雅典娜的圣斗士们 燃烧到极限吧 我的小宇宙 但这不是血汗合约 我只是要将这老人的无知黑暗消除 让真实之光照耀这里啊 只见一抹光线撕开黑暗 本已残破不堪的海魔女灵衣 再度展开双翅 如同海皇子克力修纳一样 海魔女苏兰特的灵衣也进化重生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不仅妹子无法接受 连苏兰特本人都对此感到不解 是的 海魔女大人 这才是灵衣真正的形态哦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轻声细语的呢喃声 苏兰特仔细一看 竟然是美人鱼迪蒂斯 迪蒂斯在漫画原作设定 是一条被朱利安救过的鱼 在海皇篇结尾为了报恩 奋力将朱利安送回地上 最终力尽而亡 这里的人鱼造型 应该是沿用TV版动画的设定 从出江湖的迪蒂斯 也转职成解说员 告诉苏兰特 海斗士01在神话时代 是波赛顿委托炼金术士 用Oriharugon所制 以传说中的海中魔物的名字命名 具备匹迪黄道12星座 黄金圣衣的硬度和防御力 细节在盘点圣衣种类的影片中有提到过 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 作者也是引用了圣斗士大圣战士的设定 最早波赛顿是为了对抗雅典娜才制造出01 雅典娜见识到01的厉害后 才让母大陆的炼金术士用相同手法制作出圣衣 扣掉杂兵的列等01不算的话 波赛顿也只打造了9件 结果尼玛的雅典娜不讲武德 直接造了88件 这场圣战当然是圣斗士大获全胜 随着波赛顿战败 亚特兰提斯大陆也沉没在海底 现在残存的01都是晚年才修复的 但是亚特兰提斯时代的技术已经失传 完全无法复原到最初的水准 没想到承受了海皇波赛顿之血的01 竟然蜕变成亚特兰提斯全胜时期所制造的 01之古代原型 也就是真01 只见苏兰特正翅一飞直冲天际 再见了特尔普希科瑞 我现在就要治愈你的悲伤 让你的灵魂重返天界 哼 就凭你这家伙 上那间 无知黑暗的结界被冲破 大地重回光明怀抱 苏兰特使出新招式 天堂邪奏曲 说也奇怪 原本是迷惑船员将其杀害的海魔女 竟然变成无数可爱小天使扑向妹子 如此甜美清晰纯净的音色和旋律 就像来自天堂的妖情 妹子不敢相信地上的人类竟然还有如此心境 结果尼玛的就自动宽衣解带跟小天使走了 由于之前黄金魂的神斗室没有设计神斗衣原型 让邪恶万代少算了一笔 这次他们学聪明了 英魂式的平衣都有请作者设计星座形态造型 取得一血的苏兰特 惊叹真灵衣强大之力 他必须赶紧将这个秘密告诉其他人 让他们觉醒 因为只要万代南梦宫这亲爹赚宝 海皇再起就有可能会动画化 打定主意后便刻不容缓的去追其他人 战场再转移到海皇子这边 虽然没有迪迪斯当解说员告知真灵衣的秘密 但两人也从上帝视角得知此事 就让我领教一下这亚特兰提斯的遗产之力吧 这次将是真正的最后一集了 即便新生的黄金枪变双枪头 枪柄处还多了个圆环来妨碍让人更难使用 克力修纳还是艰难的完成高速转枪的耍帅动作 贝勒罗锋使出全力一级的神圣猛攻 身体再度化作天马形态直奔克力修纳 给我粉碎吧 哼 真是愚蠢的啦 你的招式我已经用身体承受过了一次卡 虽然我没签什么邪汉合约 但你有个战士曾让我监视过一个伎俩 这样什么同样招式不能使用两次三小的啦 克力修纳的强奸突然散发出巨大的气 你靠腰啊 你这只都超过30公分啦 现在经验还太早卡 我连大海都可以切开的啦 说吧 克力修纳也使出新招 出埃及剂分裂 一枪将海水切成两半 如此的威力 当然连贝勒罗锋都承受不住啦 你看啊 我真不敢相信 世间万物都能粉碎的天马途径 竟然被你像切菜一样切成两半啊 此时 克力修纳也科普了一段希腊神话故事 原来贝勒罗锋骑的那匹天马 佩格萨斯和海皇子 库里乌萨瓦鲁 竟然是双生兄弟关系 希腊神话中 英雄伯修斯展下蛇法魔女 美杜莎手机后 两人是一同从美杜莎的血魄中诞生 就像是宿命一样 两兄弟的要害也是相似 看过圣斗士本传都知道 克力修纳的新命点 刚好在身体正中央呈一直线 才被子龙用圣剑一刀劈死 而当贝勒罗锋使用必杀技的瞬间 同样的弱点也会暴露出来 这个时候最好杀啦 一向嘴硬的贝勒罗锋听完也不得不认输 不过只打倒他一个人 并无法阻止神法执行 最后贝勒罗锋也跟换奏妹子一样升天了 但不确定是否真的死亡就是了 也许还有伏笔也说不定 太棒了印度阿三 你这是完全胜利啊 雅典娜的圣斗士友 你们叫什么名字的啦 我是在圣斗士奥美加很强的贵贵 我是新史的女朋友夏伊娜 哦 苏嘎 塞琳娘跟贵贵 这里就交给你们两个的啦 我要往内摩西斯的居城前进了卡 说吧 克力修纳也是头也不回的离开 夏伊娜做梦都想不到 这些曾经交手过的海斗士 竟然会为了正义 毫不犹豫的使用复活的生命 而且还放心的抛下主军波赛顿 将护卫的工作托付给他们这些外人 突然那些打不死的骷髅兵 又再次包围了过来 夏伊娜提醒贵贵 这次不会有人来帮忙了 贵贵也明白这点 要是输给海斗士的话 一定会被回来的新史他们取笑 两人打起精神 以守护地上的女神圣斗士之名 一只骷髅兵都别想从他们手上离开 接着画面给了大家最想看到的海龙卡诺 原本他是和艾萨克卡萨一起行动的 但途中却感觉不到两人的气息 不过他并不担心 毕竟两人也是有自保的能力 于是卡诺便决定直奔敌人本阵 去取下聂莫西斯的手机 来到半路却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小宇宙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尾随着自己 而且这小宇宙还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赶快现身吧 我卡诺既不会逃也不会躲的 呵呵呵 这么猴急啊 如果你想看到我熔眼的话 就如你所愿 毕竟我也是很想念你的 看到来者的脸 卡诺简直不敢相信 竟然是已死的哥哥 双子座萨卡 喂 为什么啊 你会在这种地方 哼 那应该是我的台词吧 虽然大家都知道 眼前的萨卡一定不是真的 但从冥界片后 还能看到两兄弟同台演出 心里也是挺高兴的 萨卡没给弟弟时间多想 直接就抱了过来 我的弟弟双子座卡诺 你终于成了正义的圣斗士 为了女神和地上的和平 赌上性命去战斗 即使我们分开了 也一直能用小宇宙感觉到 你真的是我的骄傲啊 其实说穿了 卡诺跟圣一样都是胸控啊 一句你是我的骄傲 彻底让他卸下心房 眼泪也不争气的流出 我的好弟弟啊 眼泪就先流到这为止吧 靠腰是你先流的 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兄弟两人好不容易相见 我们要做的事应该只有一件吧 卡诺 交谈的瞬间 黑萨的人格又浮现出来 他告诉卡诺 如今雅典娜并不在这世上 虽然出现一个叫什么聂默西斯的 但只要两兄弟联手 就能将其取而代之 在幕后操纵 就像当初卡诺对波赛顿做的事一样 卡诺虽然没有做出回应 但黑萨说他知道卡诺一定会选择yes 因为两人可是这世上 为二以血相连的兄弟 心中所想的都是一样的 还说卡诺和自己一样 沉睡着一颗邪恶之心 所以不需要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样貌 这样的对话 圣迷们肯定觉得似曾相似 只不过以前是弟弟引诱哥哥犯罪 这回换哥哥来引诱弟弟 结果下一秒 卡诺直接一个重拳 就朝黑萨尻了过去 你在做什么卡诺竟然对我这个胸掌挥拳 你这喋喋不休的仿冒瓶 最好别再用那张脸和那个声音叫我名字 简直令人作呕啊 可恶啊 竟然被你发现啦 原来眼前的沙卡是海幻兽卡萨所画 看来有清权不考竟然考重拳 哎呦痛死宝宝啦 卡萨不理解卡诺是怎么发现他的 身为胸控的卡诺也说出原因 因为哥哥是跟赛亚人王子一样骄傲的男人 就算再次陷入邪恶之中 也不会将自己做过的坏事再重复一遍 接着轮到卡诺的提问时间 他问卡萨为何要搞这种小手段害他流泪 如果是为了保住小命来讨好聂默西斯 那他可就完全站错边了 目前战机是海斗士2比0领先啊 卡萨见苗头不对 赶紧攻出是有人要他这么做的 因为海斗士没有经历过冥王天洗礼 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卡诺已经改过自新 尤其是冰河师兄挪威海怪艾札克 我早就知道你杜烂我很久 欺骗神明让你们打了场无意义的战斗这些罪 我也不指望你今天能原谅我 哼 说得好 话音刚落 艾札克也结结实实赏了卡诺一拳 连后面的卡萨都不晓得哪来的勇气过来补刀 使出了名斗士青蛙的彩头大绝招 看啊你竟然欺骗本大爷白白去送死 害林北对上最强的一挥 就算波赛顿大人原谅你 我也不会原谅的 卡诺在两个同事的霸凌之下 选择默默承受 不过他这举动艾札克显然是不领情 对于卡诺这种默不吭声的行为 艾札克不晓得他是真的忏悔 觉醒的正义之心 或是在心里偷偷嘲笑两人又被欺骗 如今大敌当前 以没那么多时间来证明他的真心 宁可错杀一把也要在此终结卡诺的性命 说吧艾札克竟使出冰河的 这可是他从未使用过的绝招啊 是否也间接证明 这招只是冰战士入门的初阶技能 结果这拳也只是轻轻触碰了一下卡诺的脸颊 你在做什么 这样只会帮我被你们打的脸冰敷消肿 请你认真点制裁行吗 不要会错意了 本大爷喜欢猎杀的感觉 对于不会反抗的猎物没啥兴趣 一切就到这里结束了 哎靠腰啊这么快就结束了 我们的生命都只是暂时借来的 如果这个男人还是沾染了邪恶之心 我就算现在不在这里动手 死后还是会追杀他到天涯海角的 艾札克回头望了一眼 聂莫西斯神殿说到 通往山顶上的道路只有一条 如果全聚在这里很容易被全灭 还是分开行动比较好 说完便一马当先的冲第一了 这段也没啥好翻译的 就是老车惯用的互相揍同伴 博取好感度的手法相较于米罗的十四根毒针 挨着点揍根本无关痛痒啊 紧接着 卡诺跟卡萨这双卡也组队跟了上去 喂你跟着我干嘛 不是都说分开行动比较方便吗 嘿嘿嘿嘿 计较这么多干嘛 你搞我们这样 我实力这么弱 要是罗丹根本等同阵亡啊 跟在你这么强的人身边才有保障啊 哼 知道就好 走到一半突然满天尖牙朝两人射来 卡诺轻轻一张手便将其尽数击落 靠腰啊 要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肯定去地府报到啦 随即这些掉在地上的尖牙应声而睡 无数呲牙裂嘴的亡灵从里面飞出 化成一群手握刀剑的骷髅士兵 来得好啊 博赛队的战士们 欢迎你们 这些家伙名为龙牙兵 是传说中的巨龙獠牙 重进地里所生的不死士兵 所有物理攻击对他们都没用的 听到这句话 卡诺扑痴地笑了声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这种把戏很无聊 也好 就让我将这些家伙打到连渣都不剩 再连同你的真面目一起揪出吧 雙子座必杀招式在线 龙牙兵瞬间灰飞湮灭 哎 靠腰啊 吓死宝宝了 还以为连我都要一起下线啊 怎么样 可以出来了吧 两人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黑影 这种连星星都能粉碎的威力我见识到了 看来你是有资格让我屠杀的对手 我是英魂士之一 龙牙卡德摩斯 按照前面的设定 每个英魂士都是希腊神话中传说的英雄 卡德摩斯我Google搜寻了一下 他原是希腊神话中斐尼基的王子 遵照神的指示建立了迪比斯城 健保之前他被迫与战神所生的巨龙交战将他杀死 并遵照雅典娜的劝告拔下他的牙齿拨进土里 从龙牙中长出武士斯帕托斯 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剩下五人 帮忙建起了迪比斯城 成为特败名门的始祖 听到屠杀两次 卡诺差点笑了出来 接着竟然匪夷所思的从背后拿出海龙头盔戴了起来 说真的戴上头盔真的没有比较帅 而且还要跟卡萨联手有点看低了我们的卡诺大人 不过我想这海幻兽卡萨应该是来送头的 搞不好连真灵衣都还没唤醒就挂了 本话一开始 聂默西斯神殿的夜空闪过两颗流星 英魂失踪的银翼贝勒罗锋 与幻奏特尔普希科瑞竟然已经陨落 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愧是海幻波赛顿 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复仇女神回头一看 原来是最后两名英魂士的设定终于完成 首次展现了全身平衣的造型 两名看起来就是比较高段的英魂士告诉女神 的确是有数名海斗士入侵圣域 但只要他们出手很快就能摆平 不过聂默西斯却要两人留守在神殿 因为这群海斗士的生命直到明天 他想要看看这群人在生命的烛火吹息前 能闪耀出什么样的光辉 而且只要落入卡德摩斯的手中 这一切应该就要结束了 换面立即切换到海龙卡诺这边的战场 我的名字是龙牙卡德摩斯 想要继续前进的话 得先打倒你是吗 这种对话都老梗了 听你们这些人类办得到吗 你觉得怎么样啊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两人联手直接通欧了 说吧 两位海斗士合体使出了联系必杀技 银河星暴加上沙罗曼蛇冲击 热心的提醒一下 如果您是二爷卡诺的铁粉 那我建议你看到这就转台 因为下一页他就要破格啦 银河星暴加上沙罗曼蛇冲击的双重威力 竟然被卡德摩斯一手一招给接住了 看啊怎么可能 我的招式一只手就被接住了 你的很简单好啊 接住我的才有问题吧 一会看了估计都会怀疑人生吧 卡德摩斯将两人的冲击力压缩在手掌中 形成一颗巨大能量球返还给两人 看啊痛死宝宝啦 还好我的威力一百 你只有五十 我们平均只受到了七十五点的伤害 这沉重的压力感觉如何 在一起的话 你们的脖子跟手腕都会断掉的 话音刚落 英魂士卡德摩斯突然消失在两人的视野 靠腰啊怎么消失了 看啊我都能秒掉三巨头了 竟然会沦落在这边惊慌失措 趁两人晃神之时 突然一双巨大手掌 稳稳掐住卡诺与卡萨的脑袋 两人如同玩偶般被卡德摩斯给拽到天上 巨汉卡德摩斯致命一招颅骨粉碎者 将两人脑袋重重压入地面摩擦 老车最不喜欢画的头盔终于脱离本体 这脑天一级的威力远胜天马回旋睡极拳数倍 卡诺两人已经脑袋开花倒地不起 那就在此安息吧 一群鲁莽无谋的家伙 卑舞的人类终究无法与我们英魂士相提并论 我们英魂士是女神聂莫西斯所赐予的永远魂魄 担任女神神法的辅佐者 我们全是从神话时代就流明至今的英雄 借由女神之力超越了时间而复活 又接近神一般的实力与肉体 你们只有两个人就敢挑战我 是应该称赞一下你们的勇气 慢 慢着 既然如此 那希望你记住我的名字并用力给他宣传 我是海皇七将军之一的海龙卡诺 同样的 我是海幻兽卡萨 卡德摩斯回头望了两人一眼说道 还有气息吗 看来老车设计的头盔还是有用的 没让你们头盖骨当场粉碎 卡诺想起卡德摩斯这名字 就是在希腊神话中 被迫与战神所生的巨龙交战 最后杀死巨龙建立起了迪比斯城的英雄 能够与这样的上古时代英雄战斗 算是一种荣幸 连心脏都莫名感到激动不已 接下来卡诺打算再让对方 尝尝自己的另一招奥义 说吧 两手在空中比划出一个三角形状 并告诉卡德摩斯 决斗并非一定只能靠蛮力来拼胜负 接下来要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坠落到时间的狭缝中吧 黄金三角益次元 熟悉的招式在线 犹如北大西洋的魔鬼三角地带 只要进入这三角领域的一切 将永远在益次元徘徊 然而眼前这巨汉 竟能靠他与生俱来的蛮力 顶住来自益次元的犀利 连卡诺都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物 笨蛋啊 别挣扎了 给我乖乖消失吧 卡诺虽然加大了力道 但卡德摩斯也是死命撑住 益次元洞口不让他关闭 看到这种怪物级别的对决 卡萨也只能躲在一旁低估着 这到底是什么该死的力量 眼看黄金三角益次元 被冲破只是时间问题 卡萨觉得自己应该也要做点什么才行 于是他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招式 犹如海幻兽刘木纳迪斯的双眼般 要探查卡德摩斯心中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尼玛的卡萨到底好了没 再这样下去我的益次元就要被撕裂了 靠腰啊 吹我也没用啊 我完全看不到东西啊 这家伙的心啊 无论我多深入 里面全是一片永无止境的黑暗 就像个黑洞似的 那什么家族亲友爱人通通没有 自食至终都是孤独的一个人啊 情况完全超出卡萨的意料之外 就连那个像鬼一样没有感情的凤凰座一挥 藏在内心最深处的弱点都被他窥视过 眼前这家伙竟然完全不为所动 难不成因为长年累月的时间 让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人心 卡德摩斯突然狠狠瞪了卡萨一眼 好像什么秘密被发现的一样 随即全身蛮力炸裂 震碎了黄金三角益次元 连卡诺都被弹飞了树池 卡德摩斯来到卡萨面前 咬牙切齿的怒目注视着他 随即狠狠的赏了他一记火流cat 真是令人火大 一个下见的人类竟敢窥视我的内心啊 没冤枉啊大人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说什么都没有 你不可原谅啊 说吧 卡德摩斯顶着他那庞大的身躯 硬是踩在卡萨背上 给他来了套泰式按摩 卡诺想从背后使出银河星暴偷袭 然而招式名称都还来不及念完 卡德摩斯就抓起卡萨的脚 一把将他甩过去撞在卡诺身上 我说你怎么就不用魔皇拳啊 卡德摩斯接着又来招 车田流没招式的拳头痛击 受此一击后 两人的血条几乎耗尽 再也没力气爬起来了 毁灭的时刻已尽 就让你们两个在此慢慢腐烂吧 好心的卡德摩斯也没杀他们 转头往神殿的方向归去 喂 你还活着吗 只剩下嘴巴还能动了 没帮上什么忙 真是抱歉啊 对了 卡诺 你的亲人都还健在吗 我只剩一个哥哥了 但是他每次死了又一直复活 我也不晓得这样算不算健在啊 哦 Soga 我懂了 我是还有一个老爸 但他天生就是酒鬼一个 每次喝醉就开始拿家人当沙包练拳啊 害我老木吃尽的苦头 很早就过世了 卡萨开始讲起了他悲惨的童年 由于受不了父亲的家暴 很小就逃了出来 为了活下去 只能干一些抢劫恐吓诈欺的事 几乎除了杀人之外 什么坏事都干过 虽然也曾风光过每天泡夜店把妹 但久而久之就跟那些爽过头的人一样 开始感到内心空虚寂寞觉得冷 无法相信任何人 也无法喜欢任何人 直到某天听见海皇波赛顿大人的声音 他的命运才开始转变 你也讨厌神或是人类吗 来当我的下线一起毁灭他吧 嘿嘿嘿 像这样的狗屎世界 就让他被大水给淹没吧 呵呵 你听到的其实是我的声音了 我那时候假扮海皇呢 干凌老司咧 呵呵 我其实也跟你有类似的遭遇 但是有一点 关于结局的部分 我想向你展示好的一面 我会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努力拯救这个世界 让天国的老木为我感到自豪啊 一向给人不堪一击的海幻兽卡萨 竟然爆发出强大小宇宙 连卡德摩斯都感到震惊 接着身上的灵漪也开始产生变化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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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那个形态是 是神之血吗 没想到第三个觉醒真灵漪的 竟然是海幻兽卡萨 不过外形给我的感觉 就像从熔原进化成散蜥蜴啊 对手卡德摩斯也被这粉碎的灵漪 灵漪突然开挂给震惊了 神之血吗 原来如此 我们的灵漪先前接受了波赛队的鲜血 没想到这血脉之中还隐藏这样的力量啊 嘿嘿嘿 好戏现在才正要开始啊 别笑死人了 这不过是垂死的挣扎而已 像你这种卡小 穿什么都不会改变现状的 哼 那你何不来试试啊 受到挑衅的卡德摩斯 想直接一记重拳将卡萨送回老家 只见卡萨双手一举 灵漪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受到海幻兽血眼之光的照射 卡德摩斯的思绪仿佛被带回了数千年前 年轻时的他曾受到神的指引 打倒了战神阿瑞斯所生的巨龙 因此成了人们口耳相传的屠龙英雄 不但得到丰厚领地还收获了爱情 可谓是家庭事业都得意的人生胜利主 然而等他肉体渐渐老去后 一个恐怖的诅咒开始吞噬他的后代子孙 有人走在路上无缘无故被雷劈死或被剑射死 还有人得了失心风先烹煮自己的孩子 后又投海自尽的 子孙们都莫名其妙死于非命 卡德摩斯这才明白战神的愤怒始终没有平息过 这就是杀了神的眷属所得到的报应 管你是什么王还是什么英雄 在神的愤怒面前 人类是何其渺小跟无力啊 每日活在苛者的绝望中 卡德摩斯的身体最终也化作一条大蛇 直到某天 聂默西斯突然对他抛出橄榄枝 认为像他这样敬畏神的英雄 不应该在此放废自我 于是赐给他这件外形及丑陋的巨蛇平衣 要卡德摩斯重拾英雄荣耀 签下血汗合约替自己效命到死为止 此时黑暗中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喊着父亲 卡德摩斯定睛一看 眼前浮现出妻儿们的影像 众人都要他放下过往别再自责 看到这些儿孙们纷纷向自己伸出手 卡德摩斯顿时眼眶泛泪 逐一叫着他们的名字 这一刻 卡德摩斯终于能够再度拥抱他最爱的家人 虽说这部海皇再起 所有海将军全都洗白变正义使者 但这海幻兽卡萨喜欢玩弄人心 在搞偷袭的恶趣味依然没变 正当他想给沉浸在亲情之中 无法自拔的卡德摩斯最后一集时 卡诺也许是看不下去 抢在他之前出手 给了卡德摩斯一记传说中 支配大脑的魔拳 拖拖拉拉的我来帮你收拾残局 不用谢我了 看啊收拾什么残局 你是来补尾刀抢经验值的吧 好了卡德摩斯 带我们到聂默西斯神殿吧 然后由你亲自动手摘下你祖君的首级给我 诶靠腰啊 怎么有这么恐怖的人啊 这边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海斗士目前依然是以三胜零败的战机 遥遥领先阴魂式 不过没将对方杀掉 我觉得还会有变数 毕竟海龙的真灵衣都还没觉醒啊 画面一转 来到太平洋双人组这边 他们在推进的路上 也是遭遇一堆死人骨头拦阻 可这些龙牙兵连贵鬼跟Shina都能应付了 更何况是比他们强的海将军啊 两人一路刷经验来到一栋建筑物前 不过这里还不是聂默西斯的神殿 感觉更像是防守神殿的第一道关卡 太平洋双人组虽然是海斗士中实力吊车尾的 但两人一起组队胆子也大了起来 当他们走进门口时 突然一位阴魂士出来迎接 不过这平衣怎么感觉很多地方像超级水瓶座 欢迎你们啊海将军 我是阴魂士之一的天宠爱尼亚斯 是聂默西斯大人的得力助手 代替法律与正义的女神镇守这座审判之厅 好了先入内休息吧 一路刷龙牙兵看你们的样子也累了 真是个奇怪的交伙 哎呀反正死猪不怕滚水烫 就算没被打死 我们的生命也只到明天 管他龙坛虎穴冲就对了 两人进到里面后 发现这场景很眼熟 像极了冥界地狱的法庭 由于他们都是死过一次之人 自然很清楚法庭的规矩 无论你做了多小的事 哪怕是踩死蚂蚁都是重罪 所以海马干脆就直接认罪 省了走流程 没想到这天宠法官爱尼亚斯竟然说 你们不是什么罪都没有犯下吗 复仇女神聂默西斯是个宽宏大量的女神 照她的观点来看 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好惩罚的 这个审罚只是针对杀了冥界诸神的雅典娜圣斗士 说什么傻话你们搞到整个地球都受到影响 快要被烧毁了 那你们需要帮忙吗 爱尼亚斯的话让两位海将军瞬间愣住 他表示能帮忙逃离陨石的神法 但不是所有人类 只有他们太平洋双人组有特权 方法也很简单 只是让他们前往稍微不一样的历史世界 两人都已经是死过一次之人 自己能让他们在失去生命之前 回到过去的时间线去改变历史 六胜兽伊欧首先跳出来斥责她 说我等海斗士如今已经洗白 绝不会为了生命而放弃战斗 海马也在一旁战声说很遗憾 没有任何一位海斗士会被她的甜言蜜语所骗 听到这爱尼亚斯有点不开心了 先前来访的海斗士还就真的接受了她的建议 并拿出证据给太平洋双人组看 结果竟然是挪威海妖艾萨克的头冠 双人组看到后以为艾萨克遭到毒手 一起冲上前要对付爱尼亚斯 结果却发现自己已经中招了 身体被困在大大小小的时间齿轮当中无法动弹 好了你们也一同前往吧 回到一个没有冲突世界的时间记忆 爱尼亚斯使出空间必杀计 太平洋双人组瞬间就被卷入一个未知的时空中 画面一转来到东西伯利亚 有个男人正正在永久兵壁前 但此人不是冰河竟然是艾萨克 只见他爆发强大小宇宙 一起击碎永久兵壁 藏在兵壁里头的白鸟座圣衣随即问世 熟悉的老师卡妙 跟熟悉的根替虫雅各夫 只是这个时空没有我们熟悉的冰河 艾萨克仅用了五年的时间 比冰河少一年 就完成圣斗士的修行 成为青铜圣斗士白鸟座艾萨克 更令我意外的是最后这一行叙述 艾萨克将在教皇艾奥罗斯与女神的引导下 为了地上的爱与正义而战 这条时间线不仅艾萨克成了圣斗士 就连萨卡之乱也没有发生 而同一时间 太平洋双人组也被困在时间齿轮当中无法动弹 双双被卷入了未知的时空 这里可以看到时间一直在回溯 艾萨克死前叮咛冰河 对敌人要冷酷 伊欧死前提醒圣 要是心存不治敌人与死地的想法 早晚有一天要送命 只有拜安跟星矢完全没有交集 一拳就被尻死了 画面一转 来到圣迷们熟悉的13年前 雅典娜刚降临在这世上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想刺杀她的教皇 只不过这次时空倒转后 阻止教皇的人从艾奥罗斯变成了萨卡 教皇 您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吗 这件事应该是我来做才对 不是 我是说 这孩子是每隔数百年才降临一次的女神化身 你竟然 滚开 别妨碍我 萨卡阻止了教皇 并打落他的头盔 这才发现 眼前之人竟然是自己的弟弟卡诺 原来在这个时空 上新楼刺杀教皇使狼的是卡诺 他要萨卡将女神交出来 只要制造教皇得了失心疯 杀害女神后自杀的假象 艾奥罗斯被任命为后继者的正当性 就会遭到质疑 如此一来 教皇宝座就会落到萨卡的身上 他这么做都是为了哥哥 没想到萨卡完全不领情 还用一种很熟悉的手法干掉披着教皇袍的卡诺 看我是你弟弟你竟然下得了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教皇袍杀得这么顺手 不我是说过去你的大小恶行我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如今我终于意识到你已是无可救药的邪恶化身 至少让我用这双手结束掉今生与我唯一的天系 卡诺死后 一道邪恶灵魂从他体内飞出 看来这个时空被恶灵附身的是卡诺 随后萨卡与艾奥罗斯找到教皇尸体将其埋葬 墓碑名也仅仅只是刻上白羊座黄金圣斗士 就像史昂不喜欢浩大喜功的个性 在这时空 双子座的影子卡诺已死 圣域在新教皇艾奥罗斯 及其左膀右臂萨卡的领导下 迎来的12个黄金圣斗士都建在了最强阵容 为即将到来的圣战奠定磐石般的实力 随着时光流逝 由于没人唤醒海皇 他的灵魂依然在海底神殿长眠 画面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 此时的画风突然变成校园青春狗血剧 一名游泳健将帅气的泳姿 引起在旁围观的女粉丝们疯狂尖叫 摘掉泳帽后露出一头完全没湿又蓬松的秀法 原来此人正是年轻的海马拜安 身为学霸的他 不管是对阿鱼奉承的男同学 或是对疯狂崇拜的女粉丝 总是一副完全没兴趣的表情 某天学校老师送来一封信给他 原来是英国剑桥大学寄来的 英国剑桥大学是世界第一的天才养成机构 他们阅读了拜安关于环境问题的小论文后 想邀请他到英国留学 看完信的拜安 同样露出无聊的表情 让大胡子老师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这可是他们创校以来最高的荣誉 拜安让老师放心 他不会拒绝的 对于任何事就算不感兴趣 他还是会计划性的配合 诶 要出国留学 那会很寂寞吧 放心吧 我很快就会回来 完成全部课程大概只要一年左右 诶 拜安 我是个很无趣的女人吗 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啊 因为你看起来总是一副 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 好歹我也是学校第一的笑话 这会伤了我的自尊啊 哦 抱歉啊 这不是你的错 那是谁的错 我跟三道猴子不同 我不当舔狗的 你只要记得歌是传说就好了 拜安说完突然转身一个壁冬 并将口水放入女同学的口中 这举动瞬间掳获女同学的房心 但是小朋友千万不要乱学啊 这必须建立在 你有精诚武班的颜值为基础 不然就是人帅报警 人丑报警啊 这举动也让一旁 三个单身的八家九干哥 看得很不是滋味 别介意啊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啊 交换口水也只是 稀松平常的国际礼仪啊 看啊 我在干哥当舔狗舔 这么久都没交换过 干哥仗着人多势众 想教训拜安 可惜漫画世界的武力跟颜值 都是成正比的啊 这三个什么八家九干哥 通通不堪一击 从为拜安在这条南板之路上 铺垫的脚踏板而已 拜安一边轻松散步 一边喃喃自语着 要是这世上有神 正在天上俯视着人间 那我们的工作 应该就只是负责搞笑而已 就好像一群猴子 享受着特权阶级 任凭欲望摆布 污染海洋 污染空气 焚毁森林 同族之间互相残杀 明天善变的神 就如同传说中那样 引发天地异变 将地上所有文明一扫而空 要真发生这种事 拜安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这么一来 你的无聊就会消失吗 哼 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空想而已 为了稍微排解一下无聊 小两口谈话间 海里突然闪现出一条人羽的身影 等拜安回过神来一看 又什么都没有 还以为是自己无聊到极点 产生的幻觉 画面一转 来到南太平洋 智利海岸附近的 圣费利克斯岛 在1970年代 智利海军曾在此 建造了东西横断的飞机跑道 是一座平级的火山岛 在一艘满载龙虾的渔船上 经见年轻的伊欧身影 这艘渔船是伊欧老爸的 由于伊欧下周就要到圣地雅各就学 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这样出海捕鱼了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反正学校放假期间 我还是会回来的 哈哈 你选择了这条路是对的 这可是我唯一的儿子能够出人头地的机会 你的机智跟胆量我是不用担心 但在学习的过程中 武力值多少也要点一下才行啊 我知道了 老爸 船上的工作都忙完 我要下去爽一下了 说吧 伊欧扑通一声跳进海里 虽然交出这么一个好儿子 让老爸感到新贵 但他从小就是在渔村长大 过着陈土的生活 第一次去到充满许多诱惑的大城市 也不知道伊欧还能不能保持他大海之子的初心 而正当伊欧在海底跟渔群们愉快畅游时 眼前突然闪现出一条人女的身影 伊欧也跟拜安一样 觉得是自己眼花 不过老爸的担心是多余的 伊欧的高中生涯过得是风生水起啊 他不但加入南格 帮助龙一来生打败了东邦 还在拳王创世纪的比赛中拿到冠军 甚至还脱单交了女朋友 诶诶等等 你确定你教的不是一挥老婆艾斯美拉达吗 不久拜安跟伊欧终于大学毕业 然而两人心里始终有一种感觉 好像忘了什么重大的事 人生中似乎有着什么使命需要他们去完成 伊欧躺在草地上跟女友谈心 这下终于稍微看清楚女友发型了 伊欧觉得虽然自己人生过得很顺遂 但这种感觉说起来十分的空虚 而拜安上大学后 也把干妹甩了交新的女友 尼玛的这女友不就是伊欧的女友吗 原来她还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啊 你们说说看我叫什么名字啊 我我想起来了 你是迪蒂斯啊 同一时间在真实世界的斯尼恩甲 突然出现一股强大小宇宙 是从海皇波赛顿身上发出来的 可恶啊 你想超越时空将两位海将军给带回来吗 海皇啊 穿上灵衣的迪蒂斯 就这样出现在太平洋双人组面前 昔日身为海斗士的种种记忆 再度涌现到两人的脑海中 原来当初在温哥华海边 以及故乡智利海岸所见的 全都是海皇波赛顿受与两人海斗士的启示 这下艾尼亚斯也坐不住了 他赶紧跑来提醒太平洋双人组 一旦卷入诸神的战争 他们好不容易得到的新生活 就会化作泡影 能够再年轻疯狂一次多好啊 我给了你们这么完美丰富的人生 你们应该要好好庆祝一下不是吗 人生本来就无法再重来一次 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机会 想想该如何选择吧 给我一个甜美的梦我也收到 不过我的人生要如何运用 全取决于我自己 你给的愿望充其量只是个便宜货啊 我的命是要终身侍奉给波赛顿大人的 纠正人性的傲慢 为了世界伟大的改革而牺牲 我拜安无怨无悔啊 说吧 太平洋双人组 同时向美人与迪迪斯伸出了手 借由海皇之力 两人又被带回现实的世界 真是悲哀啊 看来我只好全力以赴 来对付你们这不适食物的家伙 我们哥俩也正有此打算 这回的海皇再起就结束在这边 本话主要都在介绍太平洋双人组的过去 看来要等到下一话 他们的真灵医才会问世 那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斗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呀 少年借金浪 谢谢呀 金花火球者 欧耶 谢谢呀 被他刺是无用意 谢谢呀 今ここ 我我陶劫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